瑞典女性卫生用品品牌威尔最近推出限量版卫生棉包装 由于设计上的花蕊图案是Kabaya元素结合女性外婴的一个造型 贝斯兰宣教基金会妇女理事会Maya批评说 剥削女性尊严导致广告被撤下 都什么年代了 为什么一讲到月经啊阴道啊卫生棉还会有人觉得难以启齿呢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最近卫生棉包装风波引发热议 虽然广告已经撤下了 但是商家解释说 这项行销广告VKabaya以及No Your V活动呢 他们的出征本意是希望打破禁忌 还有倡导女性认识身体 根本没有想到要冒犯 说起来这个卫生棉的品牌 确实很致力于倡导女性不必对经济感到羞耻 从前的卫生棉广告 我做的是早在1920年左右 那些广告呢主打的卖点不外乎是容易隐藏啊 方便携带 以至于很多商家都会在广告里面强调卫生棉的小巧包装 让女性在购买的时候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就连卫生棉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光明正大的摆在价值上卖 而且你有印象吗 以前的卫生棉广告呢要强调吸水性 都会用蓝色的液体来表现 这一点是一直到2016年威尔这个品牌发起 Hashtag Blood Normal的运动 才第一次在广告当中使用更真实的红色液体 告诉消费者月经不是蓝色的 打破了长期用蓝色液体代表月经的表现手法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月经是正常的 不必感到羞耻 说到月经羞耻 相信很多的女性都能够感同身受 尤其在念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 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卫生棉藏在口袋里面才去上厕所 或者是突然间碰上的生理期不敢开口接卫生棉 又担心弄脏裙子 体育课难以开口去请假 而且还对月经起了各种外号 像是大姨妈 那个来 每个月一次的老朋友 面包等等 搞得神神秘秘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公开场合提到月经的时候 常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 在一些传统保守观念当中 月经被认为是不干净 是污秽的 让经历生理期的女性不能够祭拜或者是出席某个重要场合 加上在性教育的缺失 月经被经常认为是女性的弱点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 在撒哈拉的非洲地区有十分之一的女孩 因为生理期不去上学 甚至彻底放弃受教育的机会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 减苦债和伊朗等等 其实月经本来就是女性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如果一直没办法去公开讨论 闪闪躲躲 恐怕会让更多女性不了解自己的私密部位 一旦发现疾病 还可能因为觉得羞耻而不敢求医呢 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 人们也渐渐地对月经不再羞耻 不少学校的厕所也有放置卫生棉贩卖机 让女性应急使用 此外 英国伦敦在前年2019年 正式对外开放全球第一间 英道博物馆 创办人就是希望打破迷思 以英道 外英 还有妇科解剖学为主题 展示女性的生理结构和子宫颈健康的重要性 去消除人们的羞耻感 还常办跟性教育有关的讲座 来传达正确的资讯 博物馆里面有一个角落还写着 生理期是非常正常的事 不要觉得它很脏 短短一句话 道出了很多女性对于生理期感到害羞和无助 但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重要知识 每位女性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护 除了英道博物馆 其实这些年也有不少人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去传达应该消除月经启事这件事情 比如说2016年 那位使出了洪荒之力而爆红的中国游泳选手 除了月经羞耻我们都知道 疫情带给很多人伤害和损失 很多家庭都陷入困境 连三餐温饱都逞了问题 作为女性生理必需品的卫生棉也变成了奢侈品 因此延伸了月经贫穷的问题 尤其在偏乡地区更严重 月经贫穷说的并不只有缺乏生理用品 还包括有没有干净的卫生环境 还有女性隐私 以及对月经缺乏认识 这种情况不但影响女性的生活日常 还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阴部感染 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等等 有些女孩甚至不知道月经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你可以想象吗 她们以为是一种疾病 利用旧麻木筋或者是手帕去充当卫生棉 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全球有47%的女性更难获得卫生用品 大多来自于贫穷家庭 还好我国有不少的分盈利组织 专门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的援助 才让很多贫困女性戴脱了酒精 关注播什么事 那这次的卫生棉包装广告风波 间接也唤起了大家重视女性面对的种种困境 包括更加关注马来西亚各种贬低女性尊严 而且有待处理的课题